我看你眼睛了吗 就是带了带了 他之后就会感觉就会很难受 严重就是让近视更近视 你可能不带舔一舔 就那一点近视就过去了 反正我是度数没有胜过 就一直都是想卖 对不起就没事 是对不起 还有15秒我们加成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摩托之后座 是你谢谢666 谢谢纸贺 谢谢十一谢谢韩汉 谢谢大家的加成 我们小心 小心对面偷他 谢谢 谢谢小心 谢谢遇见你 我记得可以进一群跟二群了 整个草莓 等一下 我吃完这个星期 张胶 看这个意思就是他们 他们会在最后一秒钟 我也觉得我们就小心一下最后十秒钟吧 我们 我们今天不要上 我们最后十秒钟再上 谢谢 谢谢兔兔 谢谢香草拿铁 谢谢楚条姐姐 特别模糊 是我很模糊吗 我这里 谢谢加成 他们上了 他们上了 我们还有十秒钟 我们小心他偷他 小心他偷他 谢谢 谢谢长颜欢笑 谢谢涂山小凡 我们还有三秒钟 谢谢 谢谢吴明姐姐 啊 我们又输了 谢谢大大姐 我们还是谢谢 谢谢吴明姐姐 谢谢小安妮 谢谢涂山小凡 谢谢小十七 谢谢一起看星星吧 谢谢长颜欢笑 写点滴 写97 谢谢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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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吧 你在这 我怎么拍啊 我感觉就是啊 直接把它 对 你们可以把后面的灯关掉 就是把就是像房间就是 把那个后面灯关掉 可以 就这样 就这样 这样就有感觉了 嗯 像不像音间 真是啃款 现在是啃款 叫声都一样 然后换个颜色 我们要把灯关掉吗 嗯 你换一下 有没有什么颜色 我给你们整一个 差不多的颜色 不是 这个吗 嗯 哎 你发了背后 你用侧脸 是吧 你弄个侧脸 嗯 你再侧脸 对 对 在我前面 这个位置 但是还是很亮啊 为什么 但是很 有被 有被你们虐到 有被你们杀到 哈哈 那当时是 但是我很容易被装了 所以我就不出这个 你电了 你就是 我们就是要这样 哈哈哈哈 他们在变装的时候 咱们就是里面一个金珠棒 为什么你这个这么亮 我们是越了吗 他们也变了 嗯 因为我这是今天新造的 好 来给你们放个歌 还是你们自己有 你慢 你放个歌吧 你慢点 你慢点拿出来 好的 三 三 二 我们好啊 三 二 一 你还没到这个 可以可以 打出来了 打出来 来军区也来一次 军区也来一次 你们俩一个人来一次 好 咱们就是准备好 下一个 他是红的吗 他是就是 站在我前面的 客死我了客死我了 来准备好了 三 三 二 一 刚才就可以拔了 天呐 喝到了喝到了 好了好了 这是大家拔出来的 不一样的感觉 我拔就特别像那个老头 就是在后面脑痒一样 就是嘎嘎 不要去叫唤了这个东西 吓人这个 八一多大 八一三岁 八一十八 好了好了辛苦了辛苦了 我也磕到了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快赶个误完 快拍 哈哈哈 好了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关不掉了 关掉你看现在就有没有那个状态 他说的是关那个 我以为他说关这个 我现在对他这个是可以关成这个样子 就是他有这个灯但是他没有声音 不然就是那个心战那个那个剑的声音就是很 你这有点有有点像老头乐了 哈哈哈哈 我收了 嗯 我收是这样的 他这个 关不了 他这个得用那个 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这个得把电池拔在 把电池拔在 应该会有 不行他就是把电池拔在 我再放这里 等一下一块儿手 他这个还蛮方便 他这种伸缩的这种 你就拿了一个 我就拿了 另外一个放到里面了 对 放着了 想要不工作了吗 对 他在考虑就是要不要继续之前的那个工作 因为这样工作真的很累 他每天基本上都是要11点12点回家 然后就现在考虑他不是还有写作吗 然后再想要不要换一个工作 还是最近先休息一段时间 全人学法千道万挂 嗯 家人们如果有没有保 只能说学法的找工作真的很累 直播间有没有没有报志愿的 就是高中生 快逃 不要学法律快逃 嗯 他大学毕业啊 对啊 他是 重庆的一个985学法律的 法律系的 他现在工作就很累 所以他现在 就是在杭州这边 反正每天基本上下班 就是之前他上班的时候 每天下 他早上去的很早 然后晚上下班 基本上就是要10点多 然后反正有时候还要加班这个样子 就很累很辛苦 当律师这个东西吧 就是你要熬 嗯 那天我朋友说了一个 最近被在上海那个 那个谁 他说了一个 他说 他见过所有职业里面 干出名之后 就是干的厉害一点 就是还要工作很长时间的 就是学法律的 其他可能就干的厉害一点 可能就要轻松一点了 就是从事法律的是厉害的一样 也很累 对啊 主要可能是他不太喜欢法律吧 所以是 对 所以没有想在网上烤的医药 觉得 学土木 嗯 算了 你在害我 我看我土 土木工程的 那些网站 那些论坛什么的 我笑起来好花心 我笑起来哪里花心了 这儿 这儿把整给你们讲 报考志愿的事情 这我比较发现成 我作为一个 中国海洋大学的 曾经的生物系 在读的一个学生 我劝大家千万不要学医 跟千万不要学生物技术 这个专业 就是真的 我觉得 也不能说累吧 反正我就觉得 这个到时候你找工作 就会发现了 真的就是很辛苦 不是生化环采 对我是在 生化环采 反正我是大一的时候 我就已经 体体会到了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 很多一些学长都是大四啊 大三的那种 然后反正当时 就是看他们找工作 他们就是 就给我介绍了一下 他们之后的一个作业方向 然后我就听完 我就觉得 还是 还是 去学法 还是去学金融吧 因为我刚好 刚好本来那个时候 就是跟我初恋也分手了 当时也准备要出国了嘛 反正当时我也就听了一听 我就说算了 就是也是此地不宜久留的这个感觉 生物不仅累 而且他就业 真的很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 他就一面很窄 知道我的意思吧 只能说跑 只能说跑 对 因为就是我当时 我们就是我们那一届的那个学 就是我们那一届 反正 基本上考研都考到很好的研究生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生物技术 算是中海大学 比较厉害的一个专业 他们考研基本上都是 要不然就是上海交通大学 要不然就是清华 要不然就是北大 没有北大 要不然就是清华 反正就是很好的学校 但是 就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 没有什么意义吧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自身 也不是很喜欢生物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一直往上考的意义在哪里 难道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吗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觉得 嗯 我就觉得如果你的专业 真的不是让你特别的喜欢的话 还是不要考研了 我觉得 除非你就是为了一个 找一个好工作 一个导向的话 那你是可以考研的 因为确实你读了一个 你考研研究生 你的文凭的含金量 会提高很多 就是你写简历的时候 含金量会高很多 对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 鱼山校区 谢谢你 这个两个两个爱心 跨考不难呀 对 好准备 好准备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 学选专业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谨慎 再谨慎 因为我当时学生物是因为 就一方面是因为我高考生物考的很高 然后就因为我生物 他生物满分 对我高考 我就是高中是很喜欢生物的 是满分吗 对 然后就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看了一部电影叫超体 就西加利约翰逊演的 然后里面就有一句话 然后我就记了很久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些法律也好 就什么政治也好 都是维持我们这个社会不变得更糟而已 然后只有就是科学才是推动我们人类经 人类文明 他那时候夏天军心要当个科学家 对 然后我再加上我当时就是 这里面好多话我就听了很有感触 就比如说 就包括我们现在一些质量啊 一些长度啊 这些单位都是人为规定的 只有时间才是唯一的度量横 然后我就是当时就觉得天哪 我就是就很中二嘛 就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很中二 我就说就不行 我一定要当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后来发现就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真的很骨感 就是读了大学之后 发现这个生物跟我想象中的真的差得很很大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选志愿真的一定要搞清楚 你学的这个志愿 那之后的一个就业方向跟一个 你到底在大学内要学什么东西 就不要像我一样 就是一腔热血就选了一个志愿 那脑子一冲我就选了一个志愿 你朋友圈里面那个就是你的海洋馆你的照片 是当时我实习的照片 我们当时有个动物生物学实习 就是去动物园跟去海洋馆 他那个实习他拍了两张照片 是他在趴在海洋馆上 我趴在那个街 对 别人动物生物学实习 因为我们动物生物学实习 我们当时那个动物生物学实习真的很水 就是我们植物生物学实习还蛮辛苦的 就是我们要去山里 我们真的去那种真没有人那种山里去采那些植物 然后就做成标本 然后就分析它是那个界门钢木科属种 它就是哪一个到底是哪一个种子那种的 然后就是 然后后来我们动物生物学实习 真的就是去海洋馆过动物园 然后反正我就一直在拍照 就是大家挺开心的 就是你当时趴在那个馆上 嗯拍的那张照片 就是一个后脑勺嘛 一个背影嘛 嗯 我写的小说里面其中一个主任公 对他那个对他所有关于外形的描绘 都是来自于那张照片的 就是那个发型啊 就是背影那种形象 嗯 就来自那个人的 灵感的来自那个 哇哦 太处了 因为我在想一个就是高中生 短头发的那种 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然后那天突然看到了那张照片 嗯 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是谨慎的选择 如果 啊 我感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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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